欢迎回到梦想街57号 田老 你当时到南岭去 我记得上一次你在节目当中 有特别讲到 你那时候后来晋升为讲师 负责帮他们这一些会员们 做一个很大的一个演讲 甚至有200多个人来听你的演讲 当场听完以后有八成的人 加入了那个集团 那时候你是怎么样演讲 你对我们 胜梅 胜梅已经到南岭去了 我跟晋升 晋纳 还有我 他们两个听过了 那我们两个还没听过 来 大家好 相信我来之前 你们老总都大概有介绍过我了 那我姓田 我来自台湾 我现在来这边呢 跟大家分享这个行业 相信你们走了五天 对这个行业还是有点陌生 听不懂什么叫做什么 C2大一卡一卡一卡 那我现在给大家一个概念 给大家一个概念 我是66年的 不是66年次 是1966的 那我出生在台湾高雄台南的那个 中南...南部的一些乡村地区 那在我这个年纪 包括我爸爸那个年纪 有经历过台湾最贫困的那一段期间 我们叫做 一卡一卡一卡的故事 你们听一听回去可以问一下 你的爸爸还有你的阿公 或许他没经历过 那什么叫一卡一卡一卡 在我们台湾1960年之前 可以说中南部的一些农村 一些农村或一些农村会特别穷 而我们不是不喜欢吃白米 是因为我们没有钱买白米 所以说我们会种地瓜 那地瓜改刷枪 就是叫寒基枪 然后没有钱买白米 只好租寒基枪 那这个事情在当时 被台湾实任行政院长的金果新生 在南部视察的时候 让他发觉了 他感觉台湾太贫穷了 他必须要改变台湾老百姓的生活 还有经济水平 所以说他在1960年到1970年 他决定做一个政策 叫做十大建设 大家都听过嘛 有... 那在十大建设当中 在国家都没钱 百姓这么穷 怎么做呢 你做建设是不是要有钱 那当初的那个金果先生呢 就号召了副院长孙运璇先生 跟财政部长李国鼎先生 都是大人物 对 他们三位对台湾的贡献非常大 我们台湾今天会有这种成果 要感谢他们三位老人家 李国鼎先生呢 依照行政院长金果先生的指示呢 他写信到全世界各个国家 要去借钱 国与国之间的借贷 但是当时没有几个国家 愿意借我们钱 那时候国共还在战争 对 万一我借你钱 你台湾打败了怎么办呢 我钱要不回来怎么办呢 所以说经历了很多困难 但是呢 在中东有一个国家 他愿意借我们钱 叫做沙烏地阿拉伯 这个国往非常的 他们比较有钱 对 这个全部都在历史当中 你们可以去查证 那个沙烏地阿拉伯呢 借了我们一笔钱 让我们去开发这个建设 但是借我们钱他要收利息啊 那你利息怎么来呢 当初我们这三位伟大的建设 金国先生 孙立玄先生 跟李国鼎先生 他们就做了一个政策 叫做发行国家公债 在我这个年代的人呢 包括我的爸爸 还有一些人在电视上 常常看到那个在广告 请踊跃购买国家公债 台湾银行 大家很清楚记得 那为什么他要做这个国家公债 国家公债到底是什么 他就是一张面额像股票 在我们台湾的那个博物馆 那个历史博物馆上面 还有在展现这张公债 他面额有从五万块 十万块 二十万块 甚至一百万 就是依照你自己的人力去购买 没钱你就要少 有钱你就要少 那个用意就是 以大众的钱一次收进来 然后做二次使用 那个两千三百万人 一个人如果给我一块 我就有两千三百万 然后我把这些钱收进来之后 再借给十大建设的营造商跟建筑商 然后银行借出去的贷款的话 他利息会很高 如果我们钱放在银行 利息是很低的 但是你只要是跟银行贷款 买车买房 还是做生利它就比较高 但是用这种观念就是说 我借给建商出去 然后我升五百倍的利息 分给这些购买国家公债的 这些百姓一百倍 这个叫借利使利 好 你们今天看到的行业 就是来自于这个概念 听得懂了吗 田老总 所以我们缴的六万九千八的话 就是要买国家的公债 对 我们有没有那个公债单 在中国大陆 在这个经济 它是不允许这样子做的 因为我只要把它讲出来 你们一窝蜂跑来 卖吃的不卖了 当记者的不当 主持人的不干 这样子更好 你们钱更多 可以发展国家更大的一个建设 但是所有人来到这边的时候 物价一定会上涨 经济会崩盘 365行全部都来做这个 所以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参加就是 不是 只能7% 经济的条件的控制之下 只能7% 等于说100个人当中 只有7个人就做这个行业 其他93个人要服务这7%的人 所以不是中国大陆也这样子做 连台湾早期的国家发展 也是这样子来的 所以都是要募集所有的人的资金 来 盛美 赶快6万9千8 加进去 我可以买三颗 可以 越广西比台湾大嘛 对不对 需要钱应该很多嘛 其实刚刚田岛呢 其实在那个演说的过程里面 掌握了一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他们拉近了 跟台湾民众之间的距离 就是说台湾过去的话也是这样子 那台湾过去的发展的话 你看在眼里的话也是这样子 那目前你到了哪里以后呢 你看到的情况也是这样子 而且他们其实也搬出了现场 我听说他们现在也搬出了 目前最具有影响力的一些人户出来 对不对 包含了马云是不是 对 他们是怎么说的 他们说马云当初也是没有钱 对 所以他要做他的事业的时候 他也没办法做 所以他也是参加这个商务商会 就是纯资本运作 什么叫做商务商会 商会商务对 商会商务是什么 就是一样是这个纯资本运作 来我这边给各位看一下 如果你现在讲资本运作的话 人家讲说你是上一代的事情了 来给各位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政府的通告 这个政府的通告呢 来自于这本书 那我也不知道这是哪一个政府 所推出来的一个政府的通告 反正就有一本这种所谓的 资本运作的一个书 好 这个书里面怎么说的 连锁销售转型更名为 商会商务运作的重要决策 其主要内容呢 是商务商会呢 这个运作呢 刚开始呢 引进的时候呢 叫做连锁经营 那2005年的时候呢 更名为连锁销售 那2007年的时候呢 改名为叫做资本运作 好 也就是说2008年到2011年之间的话呢 所有从事这样子的所谓的 我们现在讲的那个直销 那个老鼠会呢 我们那时候呢 都叫做资本运作 好 到了现在为止呢 因为呢 中央呢 打击非法传销小组 以及广西自治区政府呢 在8月17日上午呢 10点召开会议 要把全国呢 13年之久的 这一个连锁销售呢 也就是异地资本呢 改名叫做什么 商务 商会商务的一个运作 所以改名叫做商会商务是不是 对 所以他讲的那个马云也是参加了这个 他们是这样讲的 还有谁 目前有听到 听说雷军好像也有份是不是 雷军也是喔 对 听说 有没有讲到习近平 没有 那个被我告的老总 他出庭 那个检察官问他 你们这个有没有公司 没有 那有没有负责人 他说有 检察官说那你们负责人是谁呢 他说胡锦涛 这检察官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次 你说你这个 你是说在大陆被抓的时候 还是在台湾被抓 我在台湾 对这些骗我的老总提告 对 他第一次出庭 检察官问他 你有没有公司 没有 你有没有负责人 有 负责人是谁 胡锦涛 检察官一次问了他三次 你再说清楚 你刚刚说胡锦涛吗 他说对 是中国国家前主席 这个胡锦涛吗 说对 他们连出庭 都能在那边公然说话 这一看 这个不要我 铁岛 他是公然说话 还是他正常洗脑洗到已经 就认定说胡锦涛就是他的老板 第一次出庭很紧张 这个老总因为没有被告过 出庭很紧张 因为我那律师 后来他还想说 没有人那个紧张 紧张到那种 已经开始胡言乱语 那我 其实我要跟大家讲的 你们看到这个都是假的 这个谁都可以印 我就跟你讲 你别怎么写我怎么写 我在台湾印一堆 对 我印给你看好不好 一堆 所以说不要去相信这个 因为前面他必须要包装 有很好的制度 有很健全的制度 然后加上被我们骗来的 这个田岛跟你们讲 这个十大建设的那个商 这个国家 发行国家公债 国家公债以前叫做什么 国家招会 对 国家当国家做会头 你们八成做会咖 你们一先来 借荷建设 我生日式再来本人 然后又衍生了台湾后 又衍生一个叫民间互助会 所以说他们叫商务商会 意思就是这个 他其实就是违法吸金 他这根本就是 就只是拿你的钱过去 先诈骗进来 你就算是政府的 政府需要资金的话 他也会发行公债的 他不会用这种方式 好 那个黄先生 你到目前为止的话 你认为你还是吸金吗 还是也被诈骗了 我觉得有诈骗的成分存在 你反而 你反而应该是诈骗没有吸金 因为钱已经退给你了 对 可是其实那个黄先生 他一直有一个疑虑 就是说 这个到底是不是 中国大陆默许的 导演刚刚也在讲 三百万人在那边 进进出出的 然后所有的人在那边 全部听说 好像在路上讲话的时候 对业的话语是不是 那你就觉得说 整个城市里面 全部都是在做这个事情的人 对 那这样子中国大陆 怎么会不知道呢